规划巴西级球员洛国富是如何圈分国人的 既然披上了国家队的球衣 就会为中国队战斗下去 洛国富赛后的采访让人动容 在2019年加入中国国籍后 在球场上彪悍卖力的风格 被球迷亲切地称为国富精神 在2014年以外援的身份加盟山东鲁能石 强壮的力量就让他收获了野牛的绰号 仅仅一个赛季 洛国富就打住了22个进球 成功拿下了中超的金学奖 虽然转会后尾身于中甲联赛 但是他每个赛季的进球都达到了两位数 在受到邀请的10分钟内 巴西级的他就决定加入了国籍 在中国待了5年 洛国富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国家 人们总以为非本土出身 会没有为国争光的荣誉精神 但是洛国富的表现却打脸众人 在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中 首次为国家队首发的洛国富登场 面对阿曼队 而野牛也不负国家队的信任 在仅仅第16分钟就创造出一记射门 虽然被防守队员挡出 但是阿曼队的球门被攻破 已经是时间问题 于是在4分钟后 阿兰跟洛国富前场走路打出配合 获得了脚球机会 脚球开出无垒强射破门 让中国队终于先下一城 而洛国富的表演还在继续 第25分钟阿兰跟洛国富再次连线 阿兰传中后 后点洛国富投球攻门 但是却被阿曼民将奋力扑出 本因为做好防守拿下胜利 就能拿到关键的三分 但是当时时任主帅的李铁 却做了一个违背组中的决定 破案了 洛国富体能不好之谜 破解了 在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中 首次首发登场的规划球员洛国富 却展现了比本土球员更加拼搏的精神 几度威胁球门甚至创造出脚球机会 让吴磊完成破门 但是保持着优势的国足却在第66分钟 主帅李铁却用高俊敏和吴欣函 替换下了徐星和发挥不错的洛国富 于是比赛转折点来了 仅仅换人后的8分钟 阿曼就攻破中国队大门 让中国队平局收场 最终拿下了不解渴的一分 而赛后媒体纷纷质疑李铁 为何不让表现良好的洛国富踢满全场 帮助国足拿下胜利呢 面对质疑李铁却说 规划球员体能不好 但是他口中体能不好的洛国富 回到了巴西联赛踢球后 在场上要进球有进球 要助攻有助攻 完全不是在中国体能不好的样子 难道是洛国富在演国足吗 当李铁被抓 背后黑幕爆出后 国人终于明白过来 作为一个球员 掌心还要抽成的国足主帅 面对不懂得人情事故的规划球员 怎么会轻易给予他们重任呢 早在跟阿曼的比赛前 面对沙特阿拉伯队 仅仅上半场 中国队已经丢了两球 下半场替补上场的规划球员们 却展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仅仅上场一分钟 阿兰助攻洛国富就凌空抽射 打入了国足生涯手球 虽然下半场中国队打入了两球 但是已经为时一晚 最终国足2比3输给了沙特队 而怪也只能怪李铁口中 所谓的体能不好了吧 世界杯32强奖金都有6000万 国足彻底难堪 艾森克说出实情 直至李铁 阿根廷捧起冠军奖杯 让无数人动容 但是除了荣誉加身外 无比丰厚的奖金 也给球队带来了收益 世界杯总奖金一共4.4亿美元 而阿根廷队 除了冠军的4200万美元奖金 还有回国后南美足协 补发的1000万美元奖金 粗略骨解 阿根廷队一共可以拿到 6000万美元奖金 除了冠军 甚至32支球队中 排名最后的都能拿到900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6000万 对于国足来讲 放开队规划球员的限制 只要冲出世界杯 就几乎可以最少拿走这6000万了 但是最大的阻碍 就是主帅李铁了 放弃使用有实力的规划球员 让男足不堪一击 数亿元的规划费用复支东流 而面对采访 规划球员陆国富说 既然披上了国家队球衣 就会为中国战斗下去 但是李铁却不给机会 让他们坐着冷板凳 眼看中国队淘汰 在李铁被抓后 规划球员艾克森 终于不吐不快 在社交媒体 吐槽直指李铁 早在国足比赛前 李铁就曾给规划球员开会 表示他们不能一起出场 而且首发还要看机会 如此不公的待遇 艾克森公然质疑李铁 都是中国国籍 为何要区别对待呢 但是最终规划球员 还是没能逃过替补的命运 对于规划球员 你们怎么看呢